不过如此近的距离,韩丽自然不敢用全部威力,否则连自己也会被此扇的威力卷入其中。 只是雨扇一晃,一层三色火焰在扇面上浮现而出,然后仿佛一柄火刀,一下斩在了光幕之上。 自拉一声,三艳扇威力果然不容小觑,那看似凝厚无比的光幕竟然被硬生生地劈开了一条裂缝。 虽然只有持续大小,但也足够韩丽从里面逃断而出。 韩丽大喜正想施法逃离,但裂缝外却忽然白光一闪,银山女子竟然撕裂空间出现在了外面。 手一抬,一只玉壁忽然化为了一只晶莹力爪,一闪就从裂缝中抓入,想将韩丽硬生生地从里面抓出的样子。 韩丽顿时大吉,虽然他想离开此地,但也绝不愿落入这只十级冰凤的掌控中,正想一抖三艳扇狠狠地给对方一下重创时。 豁然他面色大变,突然手中三艳扇一收,却多出了一块蓝灿灿的令牌,正是大挪一令。 韩丽才刚将此令拿出,此上古传颂阵就灵光大放光芒刺目耀眼,同时青色光幕也就此溃散碎裂开来。 当传颂灵光一脸后,不但光幕中的韩丽无子魔等通通不见,连原本站在法阵边缘处的那十级冰凤所画的银山女子也消失不见了,竟也被一同传颂出去。 看到这一幕,小极公公主仙事一正,随即脸上露出了又洗又脑的古怪表情。 洗的是凭空去了一名强敌,脑的是刚见到小极公创派组是冰破仙子的随身领宝,但竟然就此不翼而飞。 远处的幼童却面色难看至极,但马上脸上凶色一闪,双目狠狠盯了美副一眼, 口中一声洞穿云霄的长销出口,然后目然冲空中的万腰翻一直顶,顿时翻上妖气狂胀背絮。 随即妖影重重之下,无数只大小不一的妖兽幻影全都狂涌而出。 刹那间黑蒙蒙的滚滚妖气布满了大殿小半天空,铺天盖地向美副扑来。 美副脸色一变,但身前绿光一闪,那黄泉鬼母一身阴气就抵挡在了美副身前。 望着空中数之不尽的妖影,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冷笑,身形滴溜溜一转之下,顿时大片氯气从四周狂涌而出。 转眼间地面上鬼哭狼嚎之声大气,一片不下于空中妖气的阴气密布于地面之上,随即卷起了一股股的巨浪,直接向高空冲去。 刹那间绿雾黑气交织碰撞,妖影鬼物在其中忽隐忽现大站到了一起。 这名黄泉鬼母竟然是一个鬼羞之躯,力敌这位车老妖的化身,并未落入丝毫下风。 小吉公公主在一旁见到此幕,顿时将韩丽之事搁置了脑后,双手一搓,再往口中一扬,顿时一团团赤红雷火,劈头盖脸地也往空中的妖气击去。 一时间整座大殿中,轰鸣声大起,一人一妖一鬼,全部消失在妖气鬼物之中,只能偶尔从里面传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像。 一间三十余丈大的石屋中,一个和虚灵殿传送阵差不多的法阵,韩丽单手托着虚天顶,脸上丝毫表情没有, 和一名绝色美女对峙,而在其身后,人形傀儡一动不动, 无子魔所化的鬼头却在空中魔气中,用嗜血的魔光盯着对面的女子, 口中不时传出呜呜的嘀吼,仿佛只要含里一声令下,就会马上扑过去一般。 对面的女子,虽然就是那位被意外卷进传送阵中的十级冰凤。 说起来,这头冰凤也是有些倒霉,当那青色光幕破碎时, 此女就已经发觉不对劲,本想立刻施展撕裂空间远离法阵, 但没想到空间之力互相影响下,反倒牵扯进了传送阵中。 而这次的传送,明显不是什么短距离传送, 若不是,此妖本身就有空间天赋神通, 恐怕在传送途中就被空间之力直接扯成了碎片。 不过此女的处境明显好不到哪儿去, 现在她伸出石屋的一角, 身上白色灵光闪烁不定,冷冷地盯着寒吏。 以此女心中的估算,若是对面的人类修士真的生死一搏, 自己和对方胜负之说大概在四六之间。 让她郁闷的是,显然占了六成胜算的竟然是对面之人, 而不是自己。 要知道,她可以一直压制自己修为的准化神奇修士, 只要自己愿意,早就可以进阶化神奇境界。 但对面之人却是她所见最难缠的角色之一, 竟然能以原因中期境界, 就可以拥有不下于大修士的神通, 并且拥有的无子同心魔, 以及那行动无声无息的人形傀儡, 都是神妙无比。 几乎可以另当成两名后期大修士, 如此一来, 她即使身负神通强大, 也不会以为自己和韩力真的是一战之下会大战上风。 不过这只冰凤心中却也没有什么距移, 就算不是韩力的对手, 但若是全力逃跑的话, 身具空间神通的她, 又有谁可以拦得下? 韩力脸上双目微眯, 盯着对面的女子, 心中同样翻滚不定, 但片刻后还是最终冷横一声, 人木然一抬腿, 就缓缓地从法阵中飘出, 直接奔向其中的一面倾石墙壁走去。 这间石屋颇为古怪, 竟然四周一扇门都没有, 石壁也仿佛天衣无缝般光滑异常, 一丝缝隙都没有。 这种诡异莫测的地方, 韩力实在没兴趣和对面的冰凤, 冒险来一场生死之斗, 只要对方识趣不主动攻击她, 她也懒得大耗法力和对方对拼, 毕竟对方的天赋神通实在是神妙异常。 见韩力这般举动, 银山女子玉蓉一动, 暗自也松了一口气, 而韩力这时, 已经用神念仔仔细细地扫射了石壁, 结果眉头一皱, 她的神念一下渗入石壁中, 就立刻本着一股强大力量反弹而回, 这分明是某种强大静置作用在墙壁上的样子, 这可是让人最头疼的结果。 韩力脸色一沉, 突然抬手伸出一根手指, 对准眼前石壁轻轻一刺, 顿时只尖处轻芒一闪, 半尺长的韩芒一闪而现, 刺进了轻石之中。 吹吹地破空声一响, 韩芒却同样只伸进了小半, 就被反弹而回。 韩力不动声色, 手指随意撕下一弹, 顿时另有三道青色剑气 积在其余三道青石壁上, 结果同样的效果, 韩力双目不禁一眯, 凝望着石壁不语, 隐隐有蓝芒在瞳孔深处, 一闪而过。 银山女子见到此幕, 确实冷笑了一声, 突然她单手凭空, 身前一挥, 顿时一道白蒙蒙的裂缝一闪不见, 然后此女也一闪消失, 竟然施展空间神通, 直接顿出了此石屋。 看着此幕, 韩力置若罔闻, 继续默默地注视着前面的石壁半上, 然后身后突然那只人形傀儡, 木然手一扬, 一口黑色短刃击射而出, 一闪即是击在石壁中的某一处不起眼的地方, 顿时轰得一声闷响, 面前青石壁寸寸碎裂, 韩力眼前豁然一亮, 竟然出现在一座大厅室的所在, 空空荡荡, 银山女子也不在其内。 当韩力稍一细看之后, 嘴角突然抽搐了一下, 目中闪过难以置信的神色, 因为在大厅的对面, 赫然有一扇雕刻着奇怪符文的石门, 石鱼杖长宽, 正方形, 上面闪着闪闪的白光, 一看就是施展了什么禁止在上面。 而就这么一块石门, 韩力却熟悉一场, 几乎一眼就认出其来历, 让其心中如遭重击, 心中震惊万分。 深吸了一口气, 韩力神色恢复如常, 却大步直奔石门而去, 二话不说, 手中金光一闪, 一口持许长的飞剑出现在了手中, 略微一挥, 一道金蒙蒙的剑气飞斩而出。 轰的一声, 那石门表面白芒一闪, 却终究被剑气一展而开, 分成了两半, 外面露出一条用青石铺成的十字路口。 韩力神形一晃, 人就出现在路口中心处, 并急忙朝着四周一扫, 整个人顿时站在路口处一动不动。 只见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青石通道, 分别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通道两旁, 则全都是一般无二的高大粗厚石壁, 仿佛一模子印出来的一般。 果然是这里, 不会错的。 不知过了多久, 韩力尝出了一口气, 有些惆怅, 喃喃一声。 这里赫然就是他当年得到虚天顶的虚天内殿, 那一座五层高的青石巨塔。 他竟然从大进的极北之地, 一下传送到了乱星海。 从四周的青石通道看, 这是不知他身处巨塔的第几层。 虚天殿, 虚灵殿, 两者竟然还真是大有渊源。 韩力又自语了一句, 神色终于平静了下来。 以他现在的神通, 即使身处乱星海也无碍, 只要他能走出此殿, 再将当日传送到乱星海的, 被自己毁掉的传送阵修好, 那就可以直接返回天南了。 心中如此一思量, 韩力目光四下一扫, 认定某条青石通道, 身形顿石化为一道青红飞射, 而去。 但仅仅飞出了一盏茶的功夫后, 韩力就发现, 原本应在此塔中游荡的那些傀儡守卫, 却一只都没有见到。 但他略一思量就明白了, 现在距离下次虚天殿开启还早得很, 这些傀儡十有八九, 是虚天殿事先设置的禁止收了回去。 不光如此, 韩力一路上也并未见到其他禁止和机关阻挡, 整个巨塔仿佛成了死雾一般, 而昔日他闯过此塔时, 可是禁止重重, 陷阱遍地。 不过韩力有些低估了这些近似迷宫的通道, 虽然大部分禁止和傀儡都被关闭掉, 但限制神识禁止仍然有效。 他一连走错了不知多少次, 并利用明清灵眼, 连破无数幻境, 终于找到了进入下一层的传颂阵。 怪不得当日以蛮胡子力压群修的修为, 也只能老老实实跟着极音祖师二人身后行走, 暂时收敛起前边不可一世的弃眼。 当然在这一路寻来的路上, 他将武魔和傀儡收好, 早一键劈开了数间未被启动的藏宝室石门, 结果未见什么宝物, 也没有触发什么禁止, 将自己传送出去。 不知是因为没用虚天残徒开启石门的缘故, 还是因为不到虚天殿开启, 这些宝物都自行禁锢了起来, 连带那些时空大挪移的禁止也失去了效用。 韩丽不甘心地在每一间藏宝室中都仔细寻觅了一番, 但不得不承认, 不止虚天殿相关法阵的阵法师, 在阵法造诣上实在是远超其想象之外, 让他明明知道这些地方另有玄妙禁止, 但仍然是一无所获, 不得不幸幸地退了出来, 吸了将虚天殿中的宝物一网打尽的妄想。 不过虽然此种方法无效, 但一般来说最重要的控制法阵 都应该处于建筑的最核心之处, 而虚天殿最重要之处自然就是巨塔的第五层, 当日吉阴老祖等人一来害怕此层禁止, 二来只想图谋虚天顶, 并没有敢仔细搜索过那一层, 而以他现在的修为和明清陵墓神通, 说不定可以找出一些东西, 至于那只实际冰凤, 则不知他顺移到了何处, 但韩丽丝毫不担心此妖能直接顿出巨塔, 甚至虚天殿, 因为他早就找到了一些边缘处, 仔细检查过巨塔的塔壁, 上面附着的禁止竟然多达十几种, 大半都是他无法辨认, 少数认出来的几种恰好就有专门隔绝空间之力的禁止, 除非使用此殿特殊的传送阵, 否则想使用类似空间转移的神通离开此塔, 纯粹是白日做梦, 否则即使以他现在的修为感应上去, 仍然能感应塔壁上其他禁止的可怕和深不可测, 否则他还用寻找什么控制阵法, 直接用大神通破开墙壁, 离开此地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